接手嗎 不用介紹你嗎 不用介紹我嗎 我可以介紹就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我是音樂獎者陳怡文 那我就坐下了 那我現在在東部大學教現代詩 然後一方面自己 自己每個禮拜都會回嘉義 我自己在嘉義也受了一些學生教他們閱讀寫作 對因為我深深感覺 我在台北讀了十年的時候 我還是嘉義是個好病吧 對那我一直是嘉義人 我在這邊唸到我是嘉義畢業 然後進了台大練習室 然後讀一讀就當了逃兵 我就在大學的時候去唸中文系 然後之後讀了台灣文學所 然後後來因為蠻幸運的 就到了東部大學去當現代詩的講師 所以現在就過著愉快的 一邊教大學生讀詩 然後一邊自己回來收寫小朋友 教他們閱讀寫作的快樂生活 對那今天 因為我以前老家其實住在這個 台灣獨立室附近的巷子 對所以今天能夠來這邊講 我也覺得就是很輕 感情仗很輕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在大家讀一些現代詩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會來 就是你們是對 我知道剛剛有人漏的時候 他對現代詩是毫無sense 對那我不知道大家是 可能至少對現代詩個三個字 有一點點的興趣 今天才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不知道大家對心目中 你們對現代詩的藍圖 或者是印象是什麼 有人讀詩又平常讀詩或寫詩嗎 有喔有 那不管怎麼說 我自己其實覺得 前路平常在讀詩的人 你覺得現代詩好讀嗎 不好讀 對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的碩士論文也是做詩的研究 但是我也承認現代 台灣的現代的 中文創作的現代詩 其實真的是很難讀 真的是很難讀 我相信大家其實也許 你會覺得 詩好像是個有趣的東西 我稍微來看看 可是你可能在報紙上讀了幾篇 或者在書店的詩的那一櫃 前面搬了幾億 然後就默默的放回去 可能就在此 就你就不會再去逛那一櫃了 對 我非常的 我知道這個現代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 很多詩是很不喜歡讀的 那大家會覺得說 詩人其實常常抱怨說 大家都不讀詩 可是以一個詩人跟講者的立場 我會覺得這不是 這不是讀者的錯 這是詩人的錯 你們自己要把詩寫的 大家都看不懂 然後這一對現在詩就是 莫名其妙的東西 讓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蓋什麼 然後大家都就沒興趣讀了 沒興趣讀詩人的詩集就來不出去 然後都整天在那邊 唉唉叫說大家都不懂我 我覺得這個狀況其實是 是人本身要反省的 因為現代詩 我個人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詩館 也許其他的詩人不見得認同 但既然今天是我講 大家就目前聽我說了 對 我個人對現在詩呢 你的理想的標準 其中有一個就是藍人包 大家知道藍人包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嗎 知道嗎有人不知道嗎 藍人包就是用最少的文字 簡單的說明世界的等概 比如說你可能剛從國外回來 不知道林宗瑞是誰 然後就有人丟給你一個藍人包 大概就只十行以內的文字序 是不是就讓你知道 可能還剩一兩張截圖這樣 你就知道整個世界的來龍趨落 所以藍人包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便利的東西 我個人其實我心目中認為 好的現代詩應該要像是藍人包一樣 他可以讓你在短短幾行的字數裡面 就能夠catch到一些情感的畫面 顏色聲音情節甚至是思想的片段 而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這個時間吧 我不可能在這裡跟大家讀一篇萌萌 不可能在這裡分享肚子退伏肌的一本小說 除非你們都已經讀完了再來 那我甚至也沒什麼時間 跟大家好好地讀一篇完整的三文 可是我們卻有可能可以一起讀很多詩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現在是要寫的當作讀不懂 其實是一個很要人命的事情 因為那抹上了大家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現在是 反而應該是更適合現代的一種問題 為什麼 因為大家現在都懶啊 大家現在都素食啊 那我如果能夠讀個 花個十分鐘五分鐘讀一首詩 我就能夠得到一些 不管是精神上的養分啊 或是情感上的喜敵 或是小小的共鳴 那何樂而不為呢 對不對 沒有時間去讀大本小說 沒有時間去讀完整的三文 可是你可能可以在一點時間裡面 就讀完一首詩 所以我想要 我今天挑的詩就是我自己心目中 當然後半段我就拿了一些自己的詩 那前半段是我挑了一些 我個人認為真的是符得上 我心目中的來人包標準的詩 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詩並不是就是你去不小心 在報紙上看到 文學也想看到 書店裡翻到 然後翻一翻就默默放回去的那樣子的東西 當然 對我想讓大家知道覺得 現代詩也是可以真的有它能夠很打動人的 短暫然後又有力的效果期待 那首先我放了一首請檢給讀詩的人 形容的詩放在最前面 為什麼放這首詩在最前面 我在動物講詩的時候也很習慣 會在第一堂課把這首詩拿來當一個 課堂結束時的開場版 我先把它唸過一次好了 我們去看煙火好嗎 去 去看到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夢境之上如何再現夢境 讓我們並肩走過荒涼的河岸 仰望夜空 生命的狂喜與自痛 都在這頂刻 宛如煙火 好 你們也許平常不讀詩 但一定看過煙火 這首詩寫煙火有沒有寫得很美 我第一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發現它的題目 是請檢給讀詩的人 所以我就完全把它當成一個 描寫煙火的美麗的一首詩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夢境之上如何再現夢境 比如如果看過那個火樹櫻花 一朵一朵金色的大菊花 不斷地展開那個煙火 你一定會很喜歡這兩句詩 但是這首詩真正更好的地方在於 它的煙火 這首詩的煙火 大家如果配合題目應該可以猜掉 它在比喻什麼 煙火就是詩 我們去看煙火好嗎 其實就是我們一起來讀詩好嗎 請檢給讀詩的人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邀請卡 邀請大家一起來讀詩 你去看看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夢境之上如何再現夢境 這其實就是文學剛才都會講到的 文學的其中種效果 文學的再現與再生 我們有電影看 我幹嘛讀文學 所以文字的優勢在幹嘛 其實文字文學的第一就是 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就是 它藉著白紙配子 它藉著幾行文字的印出來 你讀到 它藉由這些文字的組合 去再現跟重生 某一些作者附加在其中的情感 然後讓第二個人能夠 藉著讀這幾行字 去接收到那個再現 再現的情感 所以同一段子 它給無數人讀到 它就在這個繁花之中 再生的無數字 再生跟再現 然後它上一段 讓我們並肩走過荒涼的河岸 仰望夜空 這荒涼的河岸 我想大概就是 比喻這個荒涼的人生吧 讓我們在這個十而平 幾十而乏味的荒涼的人生中 偶爾能夠聽上來仰望夜空 你就讀這些詩 你會發現 那當然是大家讀到 打動你的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生命的狂喜與刺痛 都在這請客管理裡面 你就能夠從這個 你接收到的懶人包裡面 再活生生的再一次去感受到 詩人要在這首詩的念 穿搭的思想與情感 也許是狂喜也許是刺痛 這首詩就是這樣一個邀請卡 邀請大家一起來讀詩 一起從詩裡面去感受到 生命的利與美 情感的利與美 思想跟情感的 融蝎被揭取下來了燦爛 而且藉詞能夠再生 並且永恆的片段 這首詩其實真的很好 因為他不只很靈活地 catch了那個煙火的形象 跟他心中的詩的意義 而且最好的詩 你會發現他的每一個字道 他都認識 每一個字都是搭中學時代 智慧的詩 他不像有一些現代詩 會很故意的 要表現自己很厲害 所以就用一些很 截去熬牙的詞彙 然後堆砌出一堆 你看不懂的奇異的意象 然後讓大家覺得 詩人好厲害 我都不懂他 其實我覺得那是詩人的失敗 而不是厲害 可是你看他其實用了這麼 大家每個人都讀得懂的詞彙 他用了一個生命的狂喜與刺痛 這個就是詩人的巧悔之處 你想想看 如果我這首詩 我寫了一個生命的快樂與悲傷 生命的高興與痛苦 那你就可以讀起來 有沒有那個味道 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是 你要 我覺得最好的現在是 要做到這樣 你看似平平淡淡毫不驚心 可是裡面每一個字都是暗藏功力 都是有意義的選擇 但是他讓你讀起來是平淡淡 輕鬆自在 那這裡用的 我剛說的快樂與悲傷 高興與痛苦 其實跟這裡的狂喜與刺痛 有的燈點 燈界點在哪裡 可能狂喜跟刺痛都是一剎那之間 你的情感產生了一剎那之間 內剎那最鮮明的感覺 比如說我中了樂透了 我第一時間一定是狂喜 然後再來才是狂喜消退了之後 才是高興跟快樂 然後你被甩的那一剎那 心中一定是狠狠的被刺痛 然後過久了 才會就是所謂的 借著焦愁啦 痛苦啦 悲傷啦 所以在你被情感所 穿刺的那一剎那 你最濃厚最鮮明的那個感覺 就是狂喜跟刺痛 所以現在是就是 現在是好的 就是要有這種 瞬間的捕捉下來的 傳統性 把它情感最鮮明 最濃郁的那個 湯頭最濃郁的那個東西 把它濃縮下來 然後用一種 簡單分明的形式 能夠生動的 傳達給讀詩的人 我認為這就是我心目中 浮得上男人包 標準的形態詩 然後下面我先放進來的是 大家可能絕對不大讀過的詩 但是我在東吳教課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單元主題是 西藏詩人 西藏的詩人 然後就挑了一系列的西藏詩 這裡面就是我在課堂的講義裡面 我個人蠻喜歡的 然後也適於分享的短的詩 其實大家會發現我今天挑的 大概會講到的詩都是短的詩 為什麼 因為短的詩才有辦法 一來短的詩好讀 二來它是我們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間 讓大家多接受一些印象 我的若是一首中長度的詩 然後它的素材又很豐富可以講的話 可能一個半小時 我就再講一首詩也不見得 所以我的課堂經驗是這樣的 所以今天挑的 大概如果有人喜歡讀比較長的詩 那就對不起 因為今天 我想說今天就是新手 新手長嘛 那就我都挑了一些 我認為特別符合藍人包標準的詩 所以是以短詩的行趣為主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這一首 西藏普攻音 後面有英文名字代表 這首詩是西藏詩人 他本來用英文寫作後來再翻譯成中文的 這是圓滿的植物 西藏普攻音 當冰雹來臨摧毀了一切 每一朵黃色花瓣 從母親的花壘上飄散 在陌生的草地 漫無墓地漂泊 在那裡默默凝落成你 這首詩非常簡單 簡直到道 我甚至不需要像前一首詩那樣 去提醒大家後來講什麼 因為這首詩 他就用了 他符合一個很簡單的 現在是形成的定義 就是你抓住一個比喻 然後讓那個比喻生動的 穿搭你的處境 你的心情 你的處境 他這邊抓的就是西藏普攻音 一朵圓滿的 飽滿的黃色的花 然後但是他被狂風暴雨吹襲 所以他就四處飛散 然後挑遊他鄉 然後就紛紛在異國的土地 凌落成你 老死不能回鄉 這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對西藏的處境 平常有沒有關切啊 其實對於藏人來說 自從巴拉雅媽出走以後 就有大量的藏人 每年就每年冬天 為什麼要冬天 因為冬天路難走 其實冬天井被比較鬆散 所以他們就挑每年的冬天 在大雪中 然後就翻越喜馬拉雅山 然後他們要就是從那邊 他們要逃 就是要逃出西藏 為什麼他們要去達蘭薩拉 去偷奔他們的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 所以這邊講的 第一寶拉雅當 就是中共對他們的 控制跟抱歉 當他們所 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文化 被摧毀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 這些西藏的死亡 每片黃色的花蛋 就只能從母親的花蕾飄散 然後流浪到地下 每次這首詩喔 這首詩 我每一次讀到這首詩 我就會請學生 跳出一個詩言 詩言 就是這首詩裡面 下的最精 最精道的詞彙是哪一個 我每次都會讓大家去跳 當然每次都會 在他們跳到之前公布答案 不會讓他們跳出來太花時間了 這首詩的詩言 在我看來 就在第一行 當然我找到 這是圓滿的植物 我個人認為一首好的詩 我個人心目中 絕對會列為上選的詩 他一定有了條件 他不只是穿搭 某一份狂喜與刺痛 他還要能夠表達出 作者的人生觀 他面對生命苦難的態度 他面對生命 人生的選擇時 所展現出的精神 就像是你讀陶悠銘的詩 可以讀底白的詩 可以抓到他們的個性一樣 我個人認為 如果只是在那裡風化學樂的詩 他可能很精巧 但他不會是我心目中一流的詩 我心目中的好詩 他一定要能夠穿搭出 作者本人 他的生命觀 他的選擇 他的價值觀 在這一首詩就是圓滿 你可以看到 他講的過程 其實是很辛酸 很苦難 很悲慘的 可是他說這是什麼樣的植物 他聽我說 這是悲慘的植物 這是苦難的植物 他用了一個圓滿 那我覺得這就是 西藏詩他們格外有一種 普遍的特質就是 大概是因為藏傳佛教吧 就是信仰的力量 他們的詩裡 比無命生意的現在詩裡面 也許沒那麼詞彙精巧 因為他們不是專職的 書房裡寫作的詩人 可是他們的詩 就會有一種信仰的生命力 你可以讀到喔 如果你是西藏人 你會不會說你的命運是圓滿的 不會嘛 因為說我是一朵悲慘的西藏蒲公英 我就這樣被摧殘 對被摧殘被破除走了 可是他居然會挑圓滿在這裡用 圓滿 圓滿首先就很完美的扣住了 蒲公英他那個花朵圓滿的那個形象 然後其次更好的是 他就呼應了 他要表達出的一種生命的真言 即使是這樣 我認為我的生命仍然有其意義 我的普難跟漂泊 我仍然能夠視為是一段圓滿的旅程 我覺得這種詩的詩也就在於這個圓滿兩次 然後我的這首詩真的非常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不知道沒什麼值得特別講的 但是我就覺得光圓滿這兩個字 讓我自己感受到的一種生命的資源跟力量 就值得我們把這首詩拿來分享 這是一個圓滿的職務 然後我的人生我也認為即使被受摧摺 我仍然可以在最後下評斷的時候 說這是一個圓滿的人生 因為即使是苦難跟摧摺 我都相信他仍然有其意義 不過話又說回來 確實是很諷刺的事情 總共沒有想到的一個後果就是 藏傳風教就是因為他們的大力打壓 使得這些阿媽這些精神導師紛紛出走 反而造成了造團佛教在西方世界的 大肆地受到迴響跟傳播 這個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許達外被逼出走也有他的意義存在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你的人生很悲慘 你也可以反過來看看你學到了什麼 你因此達成了什麼 然後你可以給他一個最後的評價 在這裡他下的就是圓滿 我覺得這是很難做的 你也許可以寫出你他漂亮的字 可是你能不能選圓滿兩個字 來形容你一個烏煙瘴氣的 擋為自己的受破壞的人生呢 可能這個就是其中的差別所帶 然後下面的雪山和雪山源是我個人 我其實可以先跟大家講 我就是為了讀 我就是讀到這首詩 才會開了一個西藏詩的單元 就是因為這首詩 雪山 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樣站起來 那麼你即使處在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也只是讓每個人更加清楚的 看到你的醜陋 躺在最高的地方 不如站在最低的地方 大丁 假如你必須向我開槍 請把槍口對著我的頭部 千萬不要朝我的胸口瞄準 因為我的心裡還有另外一個人 這首詩 我相信這首詩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現在是 那立在哪裡了 這首詩 這個雪山 他就是寫給雪山跟雪山人 雪山人自然就是西藏人 然後第一首 他的前一段 如果你不能像人站起來 西藏 他就是在呼籲他的家鄉 如果你們不能捍衛你的信仰 捍衛你的尊嚴 像人一樣的站起來 大家因為知道西藏他們的海拔很高嘛 他說那麼即使我們的國家 處於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也只是讓每個人都清楚的 看到你的丑陋 那個丑陋其實應該給我分他 我只是因為排版排不下 應該要再通一行 躺在最高的地方 不如站在最低的地方 我根本強調 我很希望是可以讀得出種精神跟態度 其實這兩句就是一個對比 躺著跟站著 就是你面對人生的跟壓力時候 你選擇的面目跟姿態 你是選擇軟趴趴的躺下來嗎 就被人家打餅 然後就不努力的就躺在那邊 還是你要試圖認真的 掙扎的站著呢 躺著跟站著 然後再加上最高的地方跟最低的 如果你是選擇毫無尊嚴的佛者 軟趴趴的躺在那邊 那其實你會處於海拔最高的地方 你會居高位 然後擁有大穴 你在每個人都看得到你的地方 擁有財富人生的一切 可是如果你讓大家看到的是一個躺著的姿態 那其實只是讓每個人都看到你的無價值 跟你的邏輪的醜陋 如果是那樣 那我還不如選擇站著 雖然不必須因為選擇站著 我可能就要站在最低的地方 最苦難的地方 最受壓迫的地方 最壓力最大的地方 最沒有辦法出人頭地的地方 可是我選擇站著 相當劇 他其實很厲害喔 他就用了一個躺在最高的地方 跟站在最低的地方 就對比了一個非常鮮明的 一個對立的清淨的選擇 而且智慧都是小學生就會的智慧 其實躺在最高的地方 其實躺在最高的地方 那個我們 我們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在這裡大部分的人就是我們啊 你亂講話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像一個總統 你今天當了一個帝國的總統 然後你還亂講話 那就是每個人都發現啊 原來這個蒙古人怎麼如此的 如此的不是一國之君 其實那個就是你 你如果在最高的地方 你還表現了一副堂子的樣子 那那個就很 就是清理到每個人都清楚的 看到你的目的 那就是他的呼籲 當然是他要呼籲他的家鄉 大家要選擇 站著不要輕易的就躺下 那真的那個時候 第一眼打動我的是第二段 他說大兵 假如你必須向我開槍 起罵槍口對著我的頭部吧 千萬不要朝我的胸口瞄準 因為我的心裡還有另外一個人 心裡的另外一個人 比較適合這首詩的 你要把它當情詩讀我也不反對 但我想比較適合這個情境的 可能指的是他心目中的信仰吧 可能是他的精神領袖 可能是他們西藏的精神領袖 那不管怎麼說 你要把這個心裡還有另外一個人 他在這裡也許是作為信仰處理 他們所跟隨的親愛的精神領袖 但你要把它 你自己讀這種事的時候 你要把心裡的任何一個人 代入為你自己認為 生命中最值得珍惜跟重視的 任何一個人 我想也是很期待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這個弦法非常 他這個呼告非常的有力 他說如果你這時候 取得我的生命 你就轟爛我的腦部 不要打我的胸口 不要打我的心臟 因為我在心裡有另外一個人 其實這個是吃人說夢 為什麼 因為我打 我一拳打在你的胸口 你當然你的心上 你並不會因此 因此骨折因此怎樣 這是不可能的 是的話那還得了 可是他就是用了這種看似 沒有道理的連結 然後反而很鮮明的寫出 他對他心中所重視的人 的那一份非常深切的珍惜 這個就是珍惜跟敬重 我可以讓你痛在我的頭部 可是請不要打到我的心 因為他會連帶著 塞害到我心中所 面子在子的那一個人 這個手法非常的厲害 然後 而且你會發現 他對於 他對於要取走他 這個口吻 他對於要取走他的生命的人 他其實沒有怨恨耶 他對他說的最後一段話是什麼 如果你 這是你的命令 你不得不對我開槍的話 那你就 哄掉我的腦袋吧 不要打我的心 因為我心中有另外一個 我更重視的人 其實他用這種方式 所表現出來的 他沒有直接說 我心中有一個很尊敬的人 我很非常珍愛的人 而是用這種方式寫出來了 他對心中人的一種 付出比他自己的生命 生命價值更高的代價 在捍衛他心中 那個人的完整的存在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 穿透力跟勞力的一段詩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好像是在研究所的時候 讀到這一首詩的 我讀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 算是很受打動吧 很受打動 而且不過震撼 因為那個時候 然後我也讀了很多很多 被迫讀了很多 因為我要做研究 很多很不相識的詩 就是很多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的 就是莫名其妙的簡代詩啊 可是那時候我讀到這一首詩 當然裡面也不乏 名家需人的詩 可是我讀到這一首詩的時候 我突然就覺得 現在是為什麼不能像這樣呢 為什麼不能用這種 小學生都會很自慧 可是卻有一個正確的選擇 正確的排列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有心中的那一份感情 然後就能夠非常有力的先人的 傳達出他想要傳達的那一份情感 這首詩算是對於 那個時候是研究生的我 對於那個時候的 我所認定的前代詩算是一個 非常大的顛覆他的挑戰 因為在那之前 我讀到的詩都不是像這樣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平時要來接觸 現代詩的話 你可能讀到很多詩 也不是像這樣 可是這首詩讓我發現 現代詩是可以用很簡單的文字 然後達到非常強的傳統力 那我認為那就是 現在我會認為 這首詩是很非常好的詩 然後各位要知道 這首詩的詩人甘真忘記 我後面選了另外一首 他的另外一首是 附加在那個是附加德 我們很乖地把它看過去 每一個異鄉悅滿的夜晚 這薄目為雙的山風雷 便會多一名風店 那就是我 此色依然的郎 我恨無光夜晚 憶恨滿圓的明月 都一樣如刀似槍 刺傷著我的心 寒夜的精靈 我明白了 這種感覺不會消失 直到以一杯濃濃濃的故鄉奶茶 各位讀到這首可以想到嗎 那個大家忘記 這個年輕的詩人 他也翻越喜馬拉雅山 他也逃亡成功了 他也成功地去到了印度 可是去到了那邊之後 他快不快樂 他也會覺得他是 他自由了 他擠放了 沒有 因為他的家鄉 他的雪山 仍然不能將人一樣的 站起來在那裡 所以他 你也看到他的感覺 他的痛苦 他會發現 在他逃亡成功之後 他發現他的葡萄沒有緊張 直到我能夠回到西藏 已經被濃濃的故鄉奶茶 所以這個人 這位當周路卿 他是醫科的畢業生 他本來可能也是一個醫生人 但是他逃出了西藏 逃到了移植 逃到了自由的國度 可是就因為他在這裡寫的 他又前回了西藏 你可以 我們先讀一下他的第二端 他說 我恨無光夜晚 亦恨滿人的明月 都一樣如刀似牆 刺傷著我的心 為什麼他要做這種舉動 那就是因為他發現 他對西藏的愛 他對雪山跟雪山人的愛 讓他遠離了那個地方 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沒有辦法完整 他的生命就不完整 所以他懷抱著這種離鄉背景 丟下那個被躺在 被打的躺在那邊的西藏 被躺在那邊的雪山 逃往横向自由的 他心中是非常的 有一塊沒有辦法補起來的 傷痛跟缺寒的 其實這個我恨 為什麼 我恨無光的夜晚 也恨滿人的明月 那就是我恨那個 寂寞的黑暗的夜 可是我也恨那個 明亮的晴朗的滿月 為什麼 這其實就是 斯洛波寫過的 不應有恨 何是長相別時緣 你們為什麼要怨恨呢 他這樣 他這句的意思說 我心都很怨恨 何是長相別時緣 為什麼 因為偏偏就在我跟 重要的人分離的時候 這個月亮就在那裡圓了 團圓了 他顯現團圓跟美滿 可是我沒有 所以我看到月亮的圓滿 我看到月亮的圓滿 更提醒了我心目中的 我目前處境的不圓滿 所以沒有月亮的晚上 我也難過 我看到圓月的晚上我也難過 就很像是好 如果你是一個 去死去死團的成員 那你看你單身的時候 你也怨恨 你看到很甜蜜的情侶走過去的時候 你也怨恨 就是這樣 因為你是 對以來是重要的東西 你是缺乏的 你是有缺憾的 所以你看你的處境不完 你看到美麗的東西 醜陋的東西 順遂的時候 不順遂的時候 你看到怎麼樣 他就是不管如何 你看到什麼 他就提醒你 我是不快樂的 所以 所以他前回西藏 但是非常悲慘的 他在潛入西藏的時候 就被抓到 然後後來聽說過了幾年 他被放出來的時候 有人在四川看過他 據說已經完全封掉了 所以 就是 我覺得西藏師就是怎樣 他就是 他沒有很華麗的西藏 然後很輕巧的字句 可是他有的就是這樣一本 所謂的 用他的 用他的 用他們女主的生命 個人的生命跟情感 作為代價的那種 力量的傳統詩 所以我會把這些西藏師 放在這前面 讓大家 先感受一下 和為現代世中的力 這種力就是 情感的力道 情感的力道 你透過這樣的詩 你也不認識他 你也不用知道 太多改動區諾 你也許也不 也相當沒關係 西藏過西藏的處境 可是即使是這樣 你第一首學在 你讀第一 那個雪山原 跟雪山原的第二段 我相信你還是會被他打斷 這就是 我認為是 非常沉默的 現在生的點版 現在生的藍原報 他用很短的字句 非常簡單 你百個就勾勒出 某一個再生的情感 再生的力量 然後下一個 我挑進 挑回來要跟大家分享的詩人 一樣是一個很難搞的詩人 非常的複雜 他每次在 他都會 我在東武都會把他留在一整學年的最後才講 因為一講完他 如果我要完整講完他 其他人就不用講了 所以我都會在最後 最後剩幾堂課的時候才講故城 然後就講到哪裡算哪裡 因為故城是大陸的一個非常非常 失敗的代表人物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的詩人 所謂非常複雜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故城 故城 故城他 他的詩有 他的詩往往能夠讓你讀到 兒童般的純靜 純靜跟鮮明的同心 像安復宣童話那樣 可是有時候 他對現實的壓迫 他的詩都又讓你覺得沉重的喘不過氣 然後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他又真的 必須左居的跑到紐西蘭的荒島去 過得那種像是 人節目的自立自主 自己自主的生活去 去 因為他沒有辦法融入人群 就跟他騎自跑去哪裡 可是最後因為種種的複雜的 經歷跟感情的因素 他就把他騎這個衣服頭披耳 然後上吊自殺 所以他是 可是大家知道他在當時 可以說是中國的文壇裡面 最閃亮的一顆星星 跟最巨天才的詩人 所以他的一輩子都會 都非常地 包括他的作品 都非常地複雜跟具有爭議 所以絕對是不可能 完整地介紹他的 但是因為他的詩 他的小詩寫得特別好 他的小詩寫得特別好 特別符合這種男人包的定義 所以我今天就挑了幾首 過程的詩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一代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它尋找光明 兩句就完了 兩句不要花心仰之間 就可以讀完一首詩 如果每一首詩都能夠上架 大家讀詩都樂而不為了 我相信讀詩的觀眾群 就會大大的提高 這兩句詩是過程最有名的兩句詩 也可以甚至可以被視為 也是中國的那一輩詩壇裡面 所以這句代表情的兩句詩 一代人 他是過程 他是1956年生 然後1993年死亡 大家如果對於年份敏感一點 他是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的青年 所以這個一代人所寫的 就是他們受過文革摧彩跟行禮的這一代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它尋找光明 每個字都是小學三年級就會的字耶 對不對 多好啊 現在是都像這樣多好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它尋找光明 我們就是不幸的生在一個不光明的年代 就是不幸的是同胎在一個商調的年代 沒有希望的年代 焦慮的年代 看不到未來的年代 這就是我們就生來就在黑夜裡面 黑夜是外在的環境 身在這裡的我們獲得的是什麼 黑色的眼睛 黑色的眼睛 黑夜是外在的環境 黑色的眼睛 黑色的眼睛是我所擁有的等值 是我身上的東西 我們所要處理的 讓我怎麼知道 我們有多麼苦難啊 我們不只要面對外在環境的打擊 外在環境的不完美 我們還要面對自己的不完美 我們還要生而生而不完美 我們還要自己擁有自身的黑暗 自身的殘缺 我們還要懷抱著自身的黑暗 我們不只要面對大環境的黑暗 我們還要承載著自己內心的黑暗 可是即使是這樣 我還是我缺用它尋找光明 即使是這樣 我擁有這雙重的玻璃的條件 我們身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 我們本身也 我們本身也不是因為光明完美的人 我們也不是完人 我們也有內在也有種種的衝突跟黑暗 無法解釋的東西 可是即使是這樣 也許我們還可以 仍然可以嗎 以這樣子的自己 這樣子的眼睛去尋找光明 非常簡單的兩句 即使不用考慮到它的一代人 你可以不知道文革 不知道故城是怎麼樣的人 不知道文革所帶給他們的 所謂黑夜的環境是怎麼樣 可是你仍然可以讀到這兩首 單獨的讀這兩句詩 然後拼命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它 接受它 讓這個繁花再生繁花 夢境再生夢境 然後去獲得一些你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現代詩最好的地方 黑夜給了我黑字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也許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一個沒有希望的時候 可是我們仍然可以自己 主動的積極的去做出這樣的選擇 這個主動跟積極就是我 之前有說過 我認為現在是最好的 要讓人讀出你的生命態度 就是這一點 其實這個有點像 那個德斯特爾夫斯基的 卡拉馬祝福兄弟們 那個最後的結尾 那個 那個結尾 一個就是他出動的男主角 一個內心純潔 然後也是經歷了許多打擊的 一個男男男男青年 他要出走去尋找 積極的結尾 是他要繼續去流浪 去尋找他生命的意義 然後他對他村莊裡面的一個 各國你也知道那個 半生年路寫了 一個窮人被大家這麼討厭的 那個一個小孩 就是家庭問題很多 然後沒有錢 大家會討厭他 生命看似毫無希望 然後本身當然那種環境 他的平靜也不可能太完美 也不可能是好人欣賺的孩子 真的就是黑夜給了他黑色的眼睛 可是我今天來講 就是那個青年的男主角 他最後好 他最後留給自己 他走之前對這個小孩子說的 小男孩講的一句話就是 我很久沒有翻書了 可是我的印象好像就是 即使是在這個被限定的人生裡面 我們仍然可以自己去尋找光明 即使是這個被限定的人生 我們還是擁有去尋找幸福的能力跟權力 就像是這一首一代人所講的 可是人家杜斯托爾夫妻 他是花了那麼大的一本 大家如果有人看過卡拉瑪朱夫 在書店你就知道 那麼大的一本書 那麼幾千萬字的東西 然後最後等入這個節目 可是你也可以很難人包得在這裡 讀顧承的兩句詩 當然可能你 他雖然說的重要不一樣 可是他表達的同一個精神 跟同一個意志 如果你可以畫兩行圈 就讀到大家合作而不為 那下面 下面兩三首詩也是顧承很有名的詩 我們也稍微的把它看看 因為都很有意思 遠和近 遠和近 你一會兒看我 一會兒看雲 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 你看雲時很近 這我現在寫什麼 遠和近 遠和近的距離是怎麼一回事 你在我身邊 你一下看我 一下看雲 可是我覺得你看我的時候好遠 你看你的時候好近 他在寫什麼 這當然可以 這當然是一首可以作為情詩來讀的一首詩 遠和近啊 戀愛中的人最喜歡講 最 戀愛中的人最敏感的就是 遠和近的距離 今天他的心有挖在我旁邊啊 他的助力有挖在我身上啊 他離我的距離今天好像稍微遠了一點 然後女生就會忙念小劇場的問題 就是戀愛中最會去在意 什麼遠和近的距離 那這一次在講的是什麼 你一會兒看我一會兒看雲 在我身邊的你 是身為我的伴侶的你 可是我卻覺得 當你注視著我的時候好遙遠 你看雲的時候卻好 去感覺你好近 他在寫什麼 他在寫什麼 人跟人往來的時候 即使是最親密的人 你無法對另一個人毫無防備 即使是你最親密的人 你無法對另一個人毫無戒心 毫無防備 然後完全敞開的 讓他看到你所有的東西呢 我相信即使親如夫妻 可能都不見得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那更何況 親如夫妻生弟婦女手服都如此的 何況是一般的朋友 跟不相干的陌生人 所以你看我時很遠 因為就算我不是男女朋友 你看我時時候我還是感覺到 你心中的種種事物是我所不明白的 你心中的打算 你心中的在意 你對我所採取的 把在你心中所築起的那個隔開的牆 我仍然覺得你其實在我身邊 我卻覺得我沒有辦法看到你的心 我沒有辦法和你之間毫無疑問 所以我覺得你好抱怨 可是你看雲的時候呢 當你不看我 你開頭看雲的時候 你開頭看雲的時候 我看到了你就是一個毫無防備懂你 因為當然有那樣子的人 不過他活著也實在太痛苦了 就是你看一棵魚 看一棵樹的時候 還要心事重重的 然後把自己放閉起來 當然也是有那樣子的人 可是在至少大部分的人 在面對大自然 在面對不相干的 不是面對 只要人心很奇怪 你可以對你這樣的狗狗真情容不 可是你卻不能在另外一個人面前哭或笑 人就這樣啊 你可以在沒有人的時候 然後那個 那個花樣年華吧 那個結尾對不對 楊超偉不是對著那棵樹的樹洞 講他的秘密嗎 你可以把那秘密講給一棵樹 講給一個樹洞聽 你卻沒有辦法講給你最愛的聽 知道你是怎樣 他不愛他嗎 不對他非常愛他 他非常愛他 他是另外一個人 可是他有辦法 把自己的心裡況 毫無遮攘毫無隱藏的 把他心目中真正的樣貌 展露給另一個人啊 大部分的人 在這裡都有難度 對 可是你可以 我不能對你講 可是我可以對著樹洞講 我可以抱著我家的狗狗哭 我可以在沒有人的地方 真田有路 我可以在看雲的時候 毫無防備 所以這邊講的就是這樣 好遺憾嘛 你看雲的時候就好近 因為那個時候 你臉上是毫無戒備的 可是你看著我的時候 卻覺得 其實是我最親的人 但是我們之間卻隔了很多很多東西 相互 人跟人之間 人際關係裡面 必須會產生不同一些反應 然後我還想到 看到這就是布魯的我的年齡啊 你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章魚有一首歌叫 用心良苦很好嗎 那個 用心良苦章魚的一首歌 那他好像有一句 他裡面有一句就是 什麼 反正就在講 他喜歡看他的女朋友睡著的時候 勝過你醒 勝過你醒時絕裂般無情 因為他看他女朋友睡掉的容顏 那個歌詞是什麼 然後我想起來他太會 太費時間了 用心良苦 總之他就是說 他睡著的時候 醒來的時候就跟他吵架 就冷戰 可是睡著的時候 就看到他毫無防備在那裡 覺得這就是他妹的那一個人啊 可是他醒著的時候 就跟他乾臉 就跟他吵架 就會做我防衛 就絕裂般無情 其實那個講的跟這邊 其實是很像的 人的情感之中的某種面相 這也是你可以聽到 我們在一首現代式裡面 抓到的東西 然後是那一首物言很有趣的 塑膠般 狂反流下的淚 黏合了新的碎片 使我們相戀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煩 這是一個 在感情上下過許多功夫 也受過許多傷的人 最後他 底部標題是悟 他所領悟出來的東西 他領悟出來的是什麼 當然是後面的那三句 除我們相戀的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煩 讓你沒有辦法放下一段 大家如果談過戀愛 那你如果很幸運的 第一次出現就上手 第一次出現就修成正果的人 可能不懂吧 可是如果大家有過一些 沒有好結局 沒有happy ending的情感經歷的話 你可以想到最後 當那個感情已經變質了 我相信也大部分人不會 眼睛非常雪亮的知道 該什麼時候放手 你應該放手了 你又不放手 然後兩個人站在彼此折磨 這個其實很多感情到最後 大家可以經歷了一段 最痛苦的學期 其實那個東西比分手還痛苦 你明明知道不適合了 你明明知道不能在一起了 明明知道有很多問題了 可是你仍然放不下 就讓他彼此折磨 然後才會有窮遙矩啊 就是這樣 可是 那個時候 那過程他所領悟到的世界 事情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讓你沒有辦法 讓辦法放手呢 他領悟到 讓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互相折磨下去的 並不是當初那個純粹美好的快樂 而是我們之間共享的 連結他們的已經不是最初那個 純淨美好的愛情 純淨美好的快樂 而是他們一起相互承受 相互施加 相互加壓的那些痛苦跟折磨 你可以想想看 讓你沒有辦法放棄一件事情的是什麼 是你在這件事情裡面享受過的快樂 還是你投注在這邊去拿不回來的心血 還是你為了這件事情 所投注的種種付出的努力 所長過的折磨 讓你放不下一件事情的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 你學了失誤 你學了實驗的鋼琴了 你沒有辦法放下 其實那個 那個到底是什麼 哪一個程度比較多 這樣你不乾淨的放下的是什麼 究竟是 偶爾有的那個快樂呢 還是因為我已經花了太多 眼淚太多辛苦 我已經付出了太多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繼續下去呢 其實 門禁自問可能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突然發現情勢一半一半 甚至是你所付出的那些努力 反而比你從裡面得到的快樂 比起你在這裡面 某一件事或某一個人身上得到的快樂 也許你自己付出過的那些努力 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自己所承受 所吃過的那些苦痛 反而是讓你走不出來 不甘心放手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不 因為你 因為你覺得我已經付出了這麼多代價 為什麼我就這樣就要放手了 放手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發現大家到最後讓你自己 讓你跟對方繼續彼此 互相折磨下去的 其實往往是那個 互相施加跟承受的痛苦 你會覺得我不甘心嗎 我為了你在那裡站高啊 我已經就是當體管機啊 然後當司機啊 付出了這麼多 我受過了這麼多痛苦 然後還為讓家庭革命幹了幹嘛的 那我怎麼 我怎麼甘心就這樣放手了 或者是你家暴的父母啊 我已經承受了這麼多 他沒有我就不能活欸 其實那那個時候 你還不甩下這個男人的理由是什麼 不過其實講白了就是 你不甘心你所付出的這些代價 就這樣子了 所以你寧可讓自己繼續受委屈 繼續互相爭氣互相折磨 你要把自己陷在一個 已經沒有快樂 已經沒有狂歡沒有快樂的關係裡面 一個不適合的工作 一個不適合的情人 一個不適合的學系 一個不適合的位子 到底是什麼讓你放不下 這個地方還要你快樂嗎 還要你滿足嗎 還是其實你只是捨不得 付出了太多代價的自己呢 很有趣啊 到最後其實不是為了對方 不是為了你還有多愛對方 或是對方有多重要 那他說穿了之後 只是為了捨不得自己 所付出的代價而已 這個就是沐晨 他在經歷有種種情感上的體驗之後 他寫下的一首物 最後到底是什麼 使我們相連的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歡 大家一起快樂的人 往往很容易忘掉對方啦 可是一起吃過苦頭的人 其實那個聯繫 那個羈絆是更強烈的 往往是這樣 其實在人的感光之中 你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往往不是 當這樣講的時候 請回顧你人生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那個評斷 大家所記得的 往往不是 第一時間浮起的 往往不是快樂的世界 而是痛苦的世界 挫折的世界 那個瞬間 所以這好像有研究吧 研究指出吧 人對痛苦的記憶 基本上是保存的 比快樂記憶還要更長久 就是這樣 人就是有這種 就是自滅請講 是我們想練的 是我們沒有辦法放手的 其實是我們承載過的痛苦 而不是你已經 而不是已經一度被你忘掉的那些快樂 然後 下面有一首 你在等海水嗎 你在等海水嗎 海水和沙子 你知道最後最冷的不是海水 你在等消息嗎 像一隻鳥 像飛騎 這首詩講的在寫什麼 這首詩在寫什麼 你在等海水嗎 這首詩算是過程的 比較晚期的 所謂晚期的事 大概就是他在去世前的 兩年內寫的東西 那個時候他自己感情上 他有很多很精彩的演技 還比八天黨還精彩 還八卦的 比我們分補圈還八卦的那種情節 那 這裡面當然就是有小三 有背叛有什麼什麼那種 那他在這裡等的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女孩子的訊息 他是不是用了小三的 給他的消息 那很奇怪 他跟他妻子 他妻子也很奇妙的 他妻子還幫他們的小三辦了 辦了手續 讓他那個女孩子能夠飛到 紐西蘭跟他們一起住 三圓行 所以他們的關係非常的奇特 那總之那個女孩子 後來去掉下了其他的 為了綠卡 好像掉上一個老的美國人 結果就跑掉了 然後過程度非常的痛苦 幾乎要鬧自殺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他在等 他這時候好像是受邀到德國 去講學跟演講去創作 所以他那個時候 然後他就繼續去聯絡那個女孩子 希望得到那個女孩子的正名物理 然後後來知道 他就是跟那個老男人跑了 所以這個是這件事情的背景 你在等海水嗎 所以是隔著一片大海 還在等那個回憶 在等一個回憶 等一個他心中非常重視的人的回憶 你在等海水嗎 海水和沙子 你知道最後碎了的不是海水 那碎了的不是海水 那是什麼 當然也不是沙子 是我的心啊 是我的靈魂 我在等你的消息 你在等海水 你在等越海而來的那一個消息嗎 你知道那個最後會碎掉的是什麼嗎 不是海水也不是沙子 是我的心 是我在這邊等著你的回憶的那一顆心 可是他這很厲害 其實是要 一個優秀的詩人 要在詩道那地方故作選須 你就不講出正面 如果我在這一行下面寫了 你知道最後碎了的不是海水 是我的心 如果我在上一行寫出的是我的心 四個字那就摟掉了 那些人要在詩道那地方故作選須 這也是真的啊 那可是 但是一首優秀的詩 他會提供足夠的條件 讓你去自動猜出 那個隱藏者的那四個字 最後碎了的不是海水 是我的心 我的靈魂 跟我的生命 我的人生 然後你在等消息嗎 這消息像一隻鳥 要怎麼被騎了 你知道那個時候 你們想想看啊 嗯就是 你回 你假設一下就是 你告白了 然後對方說 我回去想不想再告訴你 早一代 早一代再打電話告訴你 再跟你講 或者再傳你MSN 再給我訊息給你 那那個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在等於一個 非常重要的消息 是一個至關生死的回應 不管是一份感情 一個人他願不願意接受你的愛 接不接受你的求婚 接不接任何復合 或者是這個工作 你拿不拿得到 你考了十年的高考考不考得上 就是最後放榜 再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然後那個時候有什麼心情 請接到那個消息之前 那個星期 大家也許 也許你會 人生非常順利 我是人生聖女子 一告白就成功 沒有人不點頭 可是 其實那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你在等一個對你來說 對當時的你來說 可以說是生死交官的 至關重要的那樣一個回復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就可以讀懂 我附成了這四行事 那消息 像醫生有沒有要飛起來 我 你在等到那個 症 痾痾的回復之前 會怎麼樣 你覺得會在那裡折磨自己嗎 你現在想一想 他要是答應我 我該多好多好啊 你就會想像 開始 開始腦鋪出一堆 兩個人相處的 美好的未來跟環境 然後 你現在又想到 不對勁 他拒絕了我怎麼辦 他又在那邊 用自己害怕的要命 覺得說完蛋了 完蛋了 他一定不會答應我 就是那種感覺 放榜之前 然後得到回復之前 那個心情 就是那種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然後被焦慮跟期待 被痛苦跟喜悅所折磨 就是那種奇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兩句是折磨 後兩句是期待 有沒有 這相惜像一隻鳥 飛起來 一方面你又很雀躍 因為他可能答應我的求婚啊 他可能答應我的告白啊 我可能應該稍微上了啊 就是 當然也有可能是放手啊 就是 我可以幻想出 我即將馬上就可以得到 那個光明燦爛的未來啊 公務員的美好人生 我可以得到那個 美好的未來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去回想到 那個非常非常 你已經覺得那個是 拖手可及的 近在咫尺的 幸福跟美好的 可是一方面 這東西好像就馬上 就要垮掉一樣 因為我一方面想說 不對也許我那一題答錯了 也許我最後的生命題寫不好 也許最後那個女孩子 她會發現 她還是不適合我 也許在最後一刻 我被拒絕了 然後你之前幻想的那些美好的東西 一下就像沙一樣都垮掉了 你就會在那裡覺得好可怕好可怕怎麼辦 因為非常的焦慮 我的心都要碎了 你知道最後碎了的不是還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等一個非常至關重要的訊息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樣子啊 在天行跟地域之間 不斷地交換 不斷地排斷 然後 那個 你一下非常充滿希望 非常備受 非常期待 然後一下又煎熬 痛苦折磨的樣子 人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最容易神經不正常 所以我其實讀這四句 我真的覺得 這個精神 這四句下得非常好 可是 我每次讀這四句 我都覺得很危險 我都會覺得 我總的那個精神已經 那種崩潰邊緣的那種感覺 非常不穩定啊 一下子非常興奮 一下 一下我要心碎了 我要死掉了 一下我好興奮 能要回來了 就是那種感覺 我都 其實事後證明 過程那個時候 精神確實也不大 就是 他的心理狀態 確實也是很不平靜的 就是那種感覺 那我讀這四句詩的時候 在我還沒有去 在我還沒有因為需要教教課 而去爬出他的身體 跟理解他的那個八卦之前 我只光讀這四句 我還不知道他的背場故事 我就覺得 就有一種 不做針針的感覺 很很危險 這個人很危險 他的情感很危險 他的心靈很不穩定 每個人可能在等待 重要的消息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還想起來 我在台大上文蓋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老師 是幫余老師 嗯 老師講過很多話 其中有一段 我到現在還記得 就是她說 你們覺得 最質問一個人的東西是什麼 最質問的是什麼 其實是希望 最質問一個人的是希望 有一句話不是說 愛莫大於心死嗎 我老師說不是 你真的體驗過你就知道 這句話應該要改成 愛莫大於心不死 最質問人的就是心不死 最質問人的就是心不死 我如果放棄了 我當然很痛苦 這個人沒忘了 最愛婚姻沒忘了 我的 我又要再考十年了 那個當然很痛苦 我當然 我當然很痛苦 我當然很難過 可是至少你知道 事情就是這樣了 我已經沒有希望了 這個人不會是我的老婆了 我沒有辦法加入好門了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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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少奶奶了 我沒有辦法 得到這個人的愛了 我沒有辦法 進入這個地方 得到我要的工作了 那很痛苦啊 那你 那你 買醉了三個月半年 那你也就失了嘛 可是 比這個還要痛苦的是什麼 是你心 心如果死了 其實就不會痛了啦 真的死心就不會痛了啦 你真的對一個人灰心透明 你真的對一個處境 真的對一份環境失望透明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在意他了啦 你真的對這個人死心了 你就不會被他所牽引了啦 會自我哲悟的就是心不死了 就是還有希望嘛 一方面被家暴 一方面覺得他還是愛我的吧 男人外遇了 一方面他心裡還想說 他還會顧念著我們的舊情 他還會回來的吧 你明明覺得這個工作沒有 沒有希望沒有指望嘛 可是你又覺得 也許你又在這邊還是正確的吧 也許老闆總會給我加薪的吧 就是這樣啊 你要是死心了 一刀下去 一刀兩斷 那就 那就再見了吧 你已經死心的對象 是不會折磨你的 還會折磨你的是什麼 是你沒有辦法放下 是你還抱著一種 我覺得我還會絕地逢生耶 我覺得他還會在最後一刻回頭啊 我覺得他還會再回到 當初追我的那個愛我的男人啊 我覺得我的家庭最後還是可以救回來 就是我覺得我這個東西 最後還是可以去跑 就是最終問的是什麼 我要是確定我的病治不好的 我嚴正默契好 我就看看了 我就是萬一世界去啦 我會是覺得不行啊 我可能還有辦法救好 我就會在這裡一邊痛苦 接受痛苦的要命 一邊覺得 也許我還活得下去啊 我要活得下去啊 就是這樣 你要是死心了 你也會害怕 反正我知道我要死了 我趕快辦個告別會 剩前告別會 懷疑世界去了 我還在這邊痛苦的人 花了要幹嘛 就是因為我覺得 也許我還可以活下去啊 所以會不會讓你痛苦的 會讓你害怕 會讓你恐懼的就是希望 就是那個心不死 就是那個還沒有成定局的 最後一死的可能性 就是人總是會在這種地方 自我欺騙 那這也是在這裡 折磨過程的東西 因為他沒有死心 因為他希望那個女子 還能給他正面的回憶 因為他希望他的愛情 他心目中美好的未來 能夠再給你展開 所以愛莫大於心死 真的 其實非常的貼切 愛莫大於心死是錯的 因為你真的心死了 你就不會再 你可能還是有點淡淡的悲哀吧 可是你不會再痛苦了 你只有在心不死的時候 才會讓自己在那裡 折磨的痛苦的要命 就像是 才會在那裡焦慮的氣上發想 一下充滿希望 一下世界毀滅 才會 就是這樣子 才會有前面的 讓我們相戀的 去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歡 固塵另外有一首詩也很有名很短 我沒有戀愛在這邊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首詩叫做 《星月的由來》 《星星的月亮》 《星月的由來》 《星月的由來》 很短好像只有四號 那有星月回去Google一下 Google真是很方便 學生作業很居然超Google 那都由我抓出來 好 這是盤話 另一首詩在講什麼 他在講 樹枝想要撕裂天空 樹枝想要撕裂天空 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 它們透出了天外的光亮 原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 真的懂嗎 就是樹枝想要撕裂天空 樹枝 樹枝想要撕裂天空 結果我不成功 我沒有成功 然後撕裂天空 我就只能撕裂幾個小小的洞 就像是日本 古時候 我跟他說裡面要透過日本 要透過就是八隻門 撕裂的小小洞 合式的那個隔間 就是這樣 那個樹枝沒有辦法撕裂天空 他想要撕裂它 沒有辦法成功 他只戳破了幾個小小的洞 然後從那幾個洞裡面 就透出了天外的光亮 原本就把它叫做星星的月亮 這是他寫的一首很短的詩 叫可是讓人印象深刻對不對 七月的由來 你真的讀了這種詩會學說 他覺得故城的詩就是從來 這種的話是怎麼樣才會說 所以故城的詩裡 他的精神 他的靈魂的組成一定跟正常不一樣 因為你可能會在小學 一年級以前講這種話 你可能會在幼稚園的圖畫裡面 看到這種東西 可是當大家是很早熟的小學生以外 當你是十二歲以後 你就不會再講中話了 可是故城是 就是成年人可以寫出這樣子的詩耶 就我覺得他的 他的靈魂裡面的構造 一定跟正常人不大一樣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他的詩 他的詩特別有一種奇妙的切入角度跟眼光 像小孩一樣 他會遭到成年人 遺失故的人 抓不到的另一個切片 就像是剛剛講的那個 新月的由來一樣 你怎麼會去想到 那個是很奇怪 怎麼會想不到 新月的由來 是因為被撕破了幾個洞 然後就看到那個光 所以故城的天才 跟他的可能跟他不幸的地方都在這裡 因為他有某些他的精神 他的靈魂 有些地方去和成人的世界格格無路的 你們多這種事情會覺得怎麼樣 有些人覺得 好可愛喔 好驚奇喔 為了他的想法而驚嘆 有一句話 你覺得很驚奇嗎 沒有不同看法 你覺得怎麼樣 剛剛對你的詩詩 嗯 有話是不是在說 就是說好像 因為有人看世界很高興 或者說我們 是不要去了解這世界 因為我們人的 就是思考看好有多極限 所以我們只是 因為不錯過幾個洞 然後我們把我們認識的人 像我們會念你星座啊 或者什麼 就是用我們人的看法去理解這個世界 可是世界太大了 那畢竟只是一個微小的窟窿而起 不是事情的恩像 不是世界的真理 這當然是一個詮釋的點喔 可是我 那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是好玩的是怎樣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最貼切的解釋 那樣子的說法可以成立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他想要撕滅的 其實不是對這個世界的某件事情的解釋 而是 就是呼應他的那個一代人的黑夜 給我黑色的眼睛 對他來說世界就是一個黑色的 毫無希望的東西 你的命運就是這樣 毫無希望的增長 然後我讀那種詩的時候 其實我一方面覺得 第一時間覺得 哇這個人真是好厲害 一個完全不同於正常人的眼光 下一段時間其實有點心寒 就是這個人他怎麼看 就是他看到的 那個微小的光亮是怎麼樣 是你想要 其實是被囚禁的啊 你是一個被囚禁的世界啊 被拘禁的天空啊 所以你才想要去撕裂他啊 或者你看到那邊撕裂他 就是你被奪回去 被關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才想要振脫嘛 才想要撕裂啊 你要是幸福美滿光明的 你要去撕裂什麼 會出現撕裂這兩個字 樹枝要去撕裂天空欸 然後他要去撕裂 他是打破的 還不是多分距的房間的人 他要打破的是世界的面孔 這就是籠罩住他的那個 黑色的黑暗是鋪天幹地的孩子 他心目中的恐懼 那個樹枝其實是 當然有些人把他覺得 那是個無心的 還能扮個可愛的好奇的曲風啊 可是我自己都要 特別是我讀了很多過程的事以後 我讀這首心願的原來 其實是有一點點毛骨走然的 因為他看似很天真可愛 其實寫出了他心靈的 就是不自由的 就是想要振脫的 我想要去打破這個命運的僵局 我想要去逃離這個黑暗的黑夜的世界 可是我最後只吃穿了幾個微小的窟窿 然後還好在還有一些窟窿 還有一些光亮進來 然後人們就稱之為星星的月亮 我能夠突破自己努力抓到那一點點小小的光明 就是原本還能夠認為美麗的東西吧 這樣 所以其實過程的詩真的很有意思 也很複雜 那他當然也有一些非常難懂的預言詩 也是我認為過程的詩最好的地方 就是叫我們這裡列出的自動短詩 過程的詩有些地方非常好的就是 他用了一個非常乾淨的字句 非常短的行書 就非常生動有力的抓住了 他個人氣概的某一個面向 他看到了世界的某一個切片 這是過程的詩 我覺得他最擅長 最拿手的一種表現的地方 然後現在 然後現在